二千年后,萧若元述往事,论当世,思来者,和大家一起细说太史公,史记。 事欲兵顿,结果那些兵士被人侮辱,停顿了,皆旧其王,于是他们都怪齐王,若谁能为此继者,是谁想到这道理,这样打法错过。 王若,文子为之,是文子做的,大臣作乱,那些大臣就去追杀文子,文子就出走, 攻齐,所以大破者,为什么那些诸侯打齐国,可以大破齐国呢, 以其佛楚而肥韩魏也, 因为他打了楚国,而那些地方去了韩国和魏国,肥了韩国和魏国, 强大了韩国和魏国, 使所谓借贼兵,而齋度量者也,那就是怎样呢, 即是借兵给贼来打自己, 齋就是拿,是送粮食去给贼, 送兵给贼,叫他们打劫自己, 王不如远交而近攻,这个代表犯罪的策略, 那些远的国家,好像齊国,燕国, 楚国就结交,专打韩赵毅, 而近攻,得串則王之串也, 就算你拿到一串地,都是你的,得赤亦王之赤也, 拿到一赤,你的土地就大一赤, 这是实际的利益,今色此而远攻,不亦冒苦, 放弃这个策略,而远攻齊国, 是不是很错误呢, 且息者中山之国,地方五百里, 当日中山国,不是很大,五百里, 赵独吞之,赵国吞了他, 吞了五百里,那就很重要, 功成名立,而利富然,立了功, 拿到威名,而有实际的利益依附, 天下莫之害也,天下没有人能够害到他, 甘乎寒毅,寒毅这两个国家, 中国之处,而天下之书也, 他是天下的中间地方, 的书纽,去哪里都要经过这些地方, 王旗欲霸,如果你想称霸, 必侵中国以为天下书, 一定是要拿到中国的地方, 这里所谓的中国的定义,和现在中国不同, 我们所谓的中国,这些中国的地方, 大概在河南地方,牵涉到一些山西, 洛阳,这些地方, 是天下的书纽, 以威楚赵,来威震楚国和 赵国,楚强, 则副赵,如果到时,我们就看着楚国和 赵国,先威胁了韩国和魏国, 楚国强,你就副赵, 就叫赵国去支持赵国, 赵强,则副楚,如果赵国强, 你就支持楚国,如果楚赵, 结果楚赵皆赴,楚赵都听你说, 齊必具意,齊各就怕你, 齊具必卑慈厚備以示秦, 齊各怕,於是就会说一些好说话, 又送很多东西给你,齊富, 如果齊各都要听秦国话, 而韩毅因而可怒也, 韩国毅各就成为了你的盆宗孙, 是你想怎样就怎样, 因为其他国家全部怕你, 你先拿了楚赵齊, 韩毅还有谁会支持他, 超王弱, 不欲亲魏久而,我很想亲近魏国, 我很想立了魏国回来, 而魏多变之国也, 但是魏国是一个, 外交政策常常改变, 他有时听我说,有时不听我说, 寡人不能亲,我没办法控制他, 请问亲魏内何,有什么办法可以亲魏呢, 对弱, 王, 卑驰重弊以示之, 你送很多东西给他,跟他说好说话, 不可,不行, 不行的时候, 割地以勞之,你就割地给他, 不可,还不行, 因举兵以伐之, 于是你就要用武力来威胁他,就是三步谷手先跟他说好说话, 跟着再割地给他,都不行, 你用兵力威胁他,魏国就听, 王弱寡人敬文明以好, 我听你这么说,先是集中全力, 收拾了魏国, 乃拜范追为客卿, 谋兵事, 于是就升为客卿, 是想打仗的事情, 出听范追谋, 雍诸听了范追的建议, 使五大夫玩弗魏, 用兵去威胁魏国, 弗魏拔槐, 打了槐的地方, 好,你截完, 差点吗, 最 Brown弗魏拔槐的那期未来, 因此是15分下变, 我准备一张帐, 尤其是达难得出, 谢谢观看